兔魏黄之锋 众志头目黄之锋 罗关聪等人与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政治族主管会面 被追问下黄之锋7日公开承认 但没有提到领事身份 以及有多少美方官员参加会见 据香港大公报8月8日报道 黄之锋8月7日被追问下承认 曾与美国驻港领事交流 内容包括企图制裁香港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还有要美方不向香港警察出口装备等 黄之锋声称 自己和罗关聪曾赴美与当地官员见面 因此与美国领事交流根本没有什么特别 然而黄之锋并未提到领事身份 以及有多少美方官员参加会见 巧合的是 就在这次见面第二天 香港众志在社交网站扬言 正在策划发动9月大课活动 据媒体此前报道 有市民6日在金钟局AW万豪酒店大唐 偶遇黄之锋罗关聪 宜连同港大学生会熟理会场 黄成锋 前外务副会长彭佳浩 与一名外籍女士见面 当时黄之锋罗关聪穿便服 黄成锋 彭佳浩则穿衬衫裴裙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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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裙 十分正式 外籍女出现时 黄成锋和彭佳浩更特意整理衣服 随后五人在大唐一处角落地方站立 并未坐下 外籍女士网校另一边 准备带队去该酒店内的一个房间 密会更高层人士 她手中持有一些文件 这个参与密会黄之锋等人的外籍女士 正是美国主港澳总领事馆的政治部主管 据了解 据了解 据了解的所谓外交生涯 起步于美国国务院的对外新战部门 派驻中东时曾以人权及民主为由策划颠覆活动 还曾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协调 在战争时撤侨 善于处理危机 是一名身份神秘 形式低调的颠覆专家 记者调查发现 Edith金通汉语 英语 阿拉伯语 法语和西班牙语 2002年在美国乔治城大学取得文学硕士 主修阿拉伯研究 童年经领选获专门培养政治人才的美国总统管理奖学金 由此进入美国国务院民主 人权及劳工事务局工作 该局定期发布抹黑中国内地及香港特区人权的报告 是美国重要的对外新战部门 Edith也曾参与编写 2004年 Edith派驻中东先在沙特里亚的大使馆任政治官员 在当地推动人权事务及民主选举 最后到战火纷飞的伊拉克 在巴格达大使馆任新闻官 曾到该国北部城市摩素二活动 2006年 黎巴恩与以色列开战 Edith派驻黎巴恩贝鲁特大使馆紧一周 随即与美国国防部合作 完成美国在二战后最大规模的撤侨行动 除战地经验外 Edith在所谓外交工作中很注重渗透当地社会 他曾撞文称外交工作要把联系变成朋友 朋友变成伙伴 以一起努力解决共同的挑战 实现共同的目标 截稿目前 美国主港澳总领事馆为回应大公报查询 从仅其媒体披露的一些情况 可以明显看出在香港发生的暴力事件 有外国势力在背后操纵策划 甚至组织实施的迹象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7月23日曾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美方能否向世界诚实地 明确地回答 美方在近期香港事态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到底抑郁何谓 美方才没有自知之明 至少也应该清楚一点 那就是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中国政府绝不容许任何外部势力插手香港事务 更不容许任何外国势力搞乱香港 我们奉劝美方趁早收回他们在香港伸出的黑手 7月29日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新闻发言人杨光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香港事务是中国的内政 容不得任何外部势力横加干涉 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立场 西方国家一些政客 频频在这段时间里说三到四 品投论足 甚至给一些人撑腰打气 无非是想把香港搞乱 把香港变成中国的一个麻烦 进而牵制或者遏制中国的发展 这个图谋是无法得逞的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